時而世逆 六二 直方大 呂端大事不不同 六二 直方大 不乘 扶不利 這支鴨是坤掛第二鴨 下經掛中鴨 以陰鴨得偶惠 直是正直真誠 方是方正不安 大是氣浪包容 不乘是不要改變本性 這樣就無往不利了 文革北鎮毛澤東課長葉劍英如衰 曾經用過 呂端大事不不同這句話 這句話是出著明代思想家 理智的字題聯絡 諸葛一身為謹慎 呂端大事不不同 謝諸葛亮和呂端為人行事 作風致敏 公元960年 趙康人即宋太祖建立北宋 呂端調任太常衛 知晉議員 同判定舟 公元995年 呂端被宋太宗提升為宰相 當時和她同樣聲望的構準 辦事幹練很有才能 但個性比較剛烈 呂端擔心構準心理不平衡 會影響朝政 請太宗下令她和構準輪流掌印 之後還被構準做宰相 她就做副宰相 當時很多人都說呂端糊塗 另一件糊塗事是救了 判將李繼遷的媽媽 李繼遷是黨漢族人 曾經歸信北宋 後來判送 在西北部邊境上屢次騷擾 和宋君交戰那一陣 她媽媽被宋君俘虜了 太宗本人打算在邊境大張旗鼓 殺了李繼遷媽媽 懲戒和朝廷作對的人 呂端和太宗說 看高祖劉邦奔一杯筋的典故 說做大事的人 是不會顧慮父母的 殺李繼遷媽媽 如果更加堅定她的反叛心 太宗認為呂端的說法都有道理 問她怎樣搞 呂端提議在延州 即是陷勢延安 可善安戰奧太太 對李繼遷殺人心戰 也有仁志在手 後來李繼遷媽媽在延州病死了 李繼遷在1004年 攻打吐破時中戰身亡 她兒子後來歸順宋朝 公然997年 宋太宗駕崩 皇后派王繼恩召見呂端 逼她同意立楚王為軍 呂端將王繼恩鎖在書房 然後入宮進見 遜領大臣共同保護太子 即是真宗繼位 呂端在40年的環海生涯中 沒有受過什麼衝擊 她雖然是三朝元老 大為官清寧 她死的時候 兩個兒子生日都很困難 結婚都沒錢 要把房產抵下給人 真宗皇帝知道後 用500萬錢 將房產熟回來 還上了不少金銀和絲綢 給屢端的屋皮人還清舊債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機會是留比較準備的人 但也有百樂 私有千里馬 很多人為求得到賞識 曲意奉迎 經常走彎路 成為一個不正直的人 這類人很快得到權位 自名得意 不過下場都是不得善忠的 正直無私的人 很難得到提攜 古今中外 正直的人 能夠發揮楚場的很少 能夠用武之地 就一定要遇上伯樂斯 呂端如果不是遇上宋太宗 相信只是一匹拼死蟲力的千里馬 或者因為頂上皇上 而被斬太忠神 直方大不雜無不利 是為人要正直 做事大方 氣量要夠大 不要因為他人有阻滯 就改變本性 這樣就不會出現對自己不利的情況 以家庭為例 父母子女之間一定要正直 好女兩頭門 或者收一時效用 最終難以收拾 以職場為例 公事公辦之餘 亦有包容性 按本職辦事 同一時制宜 同樣重要 以國家為例 簽了約就要遵守 毀約代價很大 統治者對人民要大氣量 施政要大放